从前有一个贫穷的人 他虽然勤奋地工作 但都是给人家做苦工 仅得到一点点的报酬 而勉强维持生活 他想要天剑衣服 于是拼命省时俭用 努力工作一年后才勉强做了一件粗布的衣服 有一天有一个远亲对他说 你为何穿这样粗布的衣服 他说 粗布有什么不好 只要心里满足 粗布与绫罗绸缎有什么区别呢 你不想穿更好的衣服 过更好的生活吗 想 有什么用呢 命运如此有什么办法 不 只要你肯求神 神会赐给你幸福的 怎么求法 把你那件衣服烧给神 然后虔诚地祈祷 求神赐给你一件新的衣服 以及脱离贫困 神就会如你所愿 这位穷人本来生活穷苦一点 也过得心安理得 自听那位远亲一番话 即燃起幸福的美梦 于是把那件粗布衣焚烧了 也致成的祈祷 可是无论怎样求 衣服一直没有出现 最后后悔地说 我为什么这样愚痴呢 把自己的衣服烧掉而去求神呢 若要脱离贫困 一定要有正确的观念 心态 有因有果 要富裕 就要寻求正确的方法 正命与福德 而不是求神 而不是求神